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黨媒否認來自中國 記者以做黨媒代理人為耻 中共肺炎衝擊 日本幫助本國企業生產鏈回流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 紐約為何成了美國疫情重災區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目前 各國紛紛批評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配合中共隱瞞疫情 4月8號 譚德塞聲稱 臺灣對他種族歧視攻擊 並且持續了兩三個月 此舉引發臺灣各界抗議 要求他道歉 4月10號 臺灣有民間團體發起眾籌 要募款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 希望通過這封臺灣人寫給世界的公開信 介紹臺灣在抗議中的貢獻 反駁譚德塞對臺灣的惡意攻擊 眾籌發起僅8小時後 就收到超過募集資金400萬新台幣的目標 同一天 臺灣調查局表示 目前沒有找到所謂臺灣網民 誹謗譚德塞的信息 但卻查到了大量假冒臺灣民眾 向譚德塞道歉的留言 這些信息使中共網軍刻意炒作 假借臺灣人知名道歉 營造臺灣民眾攻擊譚德塞的騙局 美國佛州的博曼法律集團 早前代表5名當地居民起訴中共 要求其賠償中共病毒疫情造成的損失 現在 參與起訴的美國人已經增加到了5000多人 原告表示 中共政府獨職 使他們蒙受巨大損失 據美國之音報導 在內達華州和德州 也有人提起類似集體訴訟 下面請看本期的時事禁聞 最近 接連兩名中共外宣記者 在白宮記者會上拒絕承認來自中國 引發網絡熱議 有網友表示 連中共黨媒記者都以身為黨媒代理人為耻 可見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名聲之差 4月8號 在白宮記者會上 一名亞洲記者向川普總統提問 川普問他 你來自哪裡 這名記者回答說 臺灣 並聲稱是代表外國記者團提問 由於臺灣記者很少在這種場合出現 觀眾都很興奮 期待他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結果他只是問了向伊朗輸出醫療物資 和民主黨競選總統的問題 讓外界懷疑 他不是真的臺灣記者 很快網友就查出了他的真實身份 上海東方衛視記者張經義 不過 他確實出生於臺灣 但很顯然 川普是問他來自哪家媒體 而不是問他的祖籍 事件引發網絡熱烈議論 為什麼中共官媒的記者 不敢在川普面前承認自己的身份 是很臭 我們都知道中共的體制下面 是沒有任何 是沒有一家真正的自由的媒體 都只有宣傳工具 沒有記者 只有那個宣傳員 所以他們就是要用謊言來演示 然後用謊言來演示潛入白宮 在此之前 香港鳳凰衛視記者王又又 4月6號在白宮記者會上 也三次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為中共工作 你為中國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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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是一個公共的公司 事實上 在中共的官媒記者 被美國方面定義為外國代理人 在這種情況下 他無法再以外國代理人的身份進行採訪 所以他刻意就要迴避身份 互聯網觀察人士骨盒認為 中共未達到滲透的目的 以後仍會假借其他外媒 來散播它的影響力 相信了今後這個中共的官媒記者 會以更多國家的媒體身份出現在西方國家 這就是他們滲透的方式 網友黃子音表示 中共一直以謊言和暴力來操縱媒體 因此 這些記者以欺瞞的手法蒙騙川普 也不足為奇 中共官媒記者連續不承認中國 而聲稱自己是香港人、臺灣人 被網民嘲笑說 中共記者造反了 搞完港獨又搞台獨 中國在國內向來煽動民族主義 一直聲稱自己多麼強大 要人們所謂的愛國 結果 現在被這兩名記者打臉 尤其王又又三次撇清與中共的關係 更遭網友嘲笑 說她三次不認主子 是反國、反黨 應該拉出去斬了 而張青毅則兩面不是人 被兩岸的網友痛批 臺灣網友認為 藉著臺灣與美國關係良好的名義 來美化中共的大外宣 陷臺灣於不易 並且在享用所有臺灣資源的同時 還利用自由民主的臺灣幫中共收集資料 行為可恥 還有網友說 這時候就把臺灣搬出來 真的很丟臺灣人的臉 大陸網友則批他是台獨 並質問 中國東方衛視提供你吃穿 你竟然說自己是臺灣來的 領中國的錢在美國白宮公然搞臺獨 也有網友說 中共官媒記者 都以自己是黨媒代理人為耻了 可見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名聲湊到了什麼程度 《南華早報》4月9號報導 日本政府剛推出的緊急經濟刺激方案中 約2431日元用於促進日企 轉移在中國的產業鏈 經濟學者分析 目前過度依賴中國製造的問題 已經引發各國警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4月7號宣布緊急狀態 並推出創紀錄的108.2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方案 其中有2,200億日元勇於協助在中國的日商 將生產線撤回日本 剩下235億日元協助將生產線 轉到東南亞國家的日本公司 這個舉措是為了對應中共肺炎疫情對日企的影響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 但疫情爆發導致中國工廠停工 2月份 日本從中國的進口量減少了近一半 導致日本製造商缺少必要的零件 為了避免日企的生產線過度依賴某個特定的國家 安倍政府在3月5號的未來投資會議上決定 促進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線回移日本 並將其他商品的生產線分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介紹 日企有一套優秀的即時化生產技術 在所有供應上即時供貨的前提下 通過合理設計產品流動流程 可以大量減少庫存和物流成本 但這次中共肺炎疫情導致許多中國工廠關閉 給日企生產線帶來巨大打擊 美國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余偉雄認為 日本政府這個政策將會是一種趨勢 因為在這次中共肺炎疫情中 過度依賴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模式 已經暴露出幾個問題 然後發現到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當他們需要這些醫療器材還有藥品 就發現很多的都是在中國製造的 結果中國那時候就禁止了這些口罩的出口 余偉雄認為 痛定思痛 日本和歐美都會意識到 不能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就將生產線過度全球化 甚至放在有敵對意識的政權掌控下 美國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 4月9號在推特上 分享有關日本政府這個舉措的報導 並寫道 美國應該做同樣的事 哈里斯米調查4月8號公布最新調查結果也顯示 77%受訪者認為應追究中共傳播病毒的責任 另外71%的受訪者認為 在疫情危機過後 美國製造商應撤出中國 謝田認為 美國對中國大陸生產線的依賴 不如日本這麼強 但是有幾個產業的回流 應該已經被放上政府議事日程 之前美中貿易戰已經導致不少 外企撤出中國 而肺炎疫情帶來的另一波撤離 對中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但謝田教授表示 這是很無奈的事情 因為中共已經失信於國際社會 這些企業呢 更加就是多多不安 中日關係在疫情爆發初期 由於日本大量捐助物資給中國而有所回溫 但是疫情擴散後 很多日本人批評中共早期隱瞞疫情 處理不到 另外 日本媒體報導 在疫情爆發期間 中共海軍還繼續在爭議水域挑釁日本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 紐約為何成為美國疫情重災區 歡迎回來 截止週五下午 美國超過47萬人確診中共病毒 其中紐約州超過17萬人感染 為何紐約成為重災區 紐約與病毒發源的中共有著怎樣的關係 華爾街又是如何在經濟上不斷向中共輸血的呢 來看報導 大名鼎鼎的華爾街 坐落在美國紐約曼哈頓 這條場不超過一英里的大街 聳立著數不清的大銀行、 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和交易所 對全球經濟產生著巨大影響 然而也正是華爾街多年來的輸血 養肥了獨裁專政的中共 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 曾接受CNBC採訪時 指出中共的整個運作都是華爾街贊助的 今天的美國企業是中共的遊說場幣 華爾街是中共的投資者關係部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截至去年2月25號 有156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三大交易所上市 總市值達到1.2萬億美元 中共持股佔30%以上的就有11家 其中阿里巴巴市值4,586億美元 中共國企中石油和中石化市值都超過1000億 他們的主要投資機構包括著名的 美國大銀行及投資基金 在美國股市的機構投資者中 持有中國資產最多的包括黑岩、普信和先鋒集團 三家基金 他們在中國公司的投資總市值超過400億美元 當副環球和景順顧問兩大投資基金 持有的中國公司股票市值共約150億美元 里根總統的前經濟金融戰略師羅賓遜去年表示 中共對美國金融市場滲透 情況讓人非常憂心 中國所有國企都是軍方棋子 美國人在股票市場的投資實際上為中共的擴張和滲透活動 提供資金 2018年6月 全球最大指數供應商名勝指數 將中國A股納入指數 19年3月初 名勝指數宣布 擴大中國A股納入因子至20% 路透社說 此舉可能吸引超過800億美元的新外資流入中國 全球第二大指數公司富時羅素也緊隨其後 將中國A股納入指數 另外 中國證券被納入蓬勃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撰文表示 這三大機構可說是中共貴人 他們的做法等於為A股和不被看好的中國國債 進行信譽背書 緩解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困境 實際上 過去20多年來 中共控制的公司 已經深度融入數百萬美國人的個人投資組合中 而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獲得的資金 都直接或間接落入了中共手中 面對巨額利益誘惑 華爾街也自然成為對華歌派 一些華爾街高管多年來都在充當中共說客 除了遊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讓中共加入世貿組織WTO 華爾街還遊說白宮反對將中國列入貨幣操縱國 美中貿易談判 華爾街也要插足 英國《金融時報》曾看文提到 美國前財長高盛前首席執行官鮑爾森 以及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 儼然是美中關係的新使者 而高盛討得中共信任的手段之一 就是幫助中共處理數百億元的不良資產 2004年高盛還捐款6000多萬美元 幫助與它沒有任何關係的海南證券 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在去年底的演講中提到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90年代返華時 承諾願意為中共央行提供盡可能多的幫助 眾所周知 中共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國家 向中共輸血 無疑也在為中共的罪惡輸血 《大紀元時報》在特稿 《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中指出 中共病毒有跡可循 其擴散趨勢循著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家、城市、組織 和個人一路蔓延 李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表示 與中共走得越近 中共病毒越氾濫 紐約與中共關係如此密切 正是那裡成為疫情重災區的原因 秦鵬說 華爾街和美國金融市場向中共大量輸血 被中共站臺 給紐約各領域帶來不可估量的嚴重後果 下面我們來看大陸網友爆料的 中共肺炎疫情最新情況 4月9號 武漢市江夏區 直訪中心港菜市場疑似出現病例 120救護車前往 視頻拍攝者提醒說 大家不要進去買菜了 武漢徐家鵬秦源居小區 4月9號發布的疫情公告顯示 該小區增加兩例確診 以理無症狀感染 社區提醒大家 盡量少出門 俄羅斯中共病毒疫情大規模爆發 莫斯科飛往北京的航班取消 大量華人從黑龍江隨芬河口岸回國 網友爆料說 由於俄羅斯不治療華人病患 所有在俄國人員全部回國 4月9號入境301人28例確診 接觸人員多達600人 廣東省持續出現本土確診病例 4月9號 一名利比亞籍男子被確診 這是當天新增的三例本土病例之一 據網友爆料 廣州三元裡大量的黑人 被房東趕出來入宿街頭 可能成為病毒傳播隱患 週四 美國司法部宣布 基於法律和安全考慮 美國政府多個部門支持 禁止中國電信集團在美國市場運營 外界評論認為 中共在全世界的擴張 讓各個國家都感到了威脅 目前國際社會越來越認清 抵制中共勢在必行 4月9號 美國聯邦司法部宣布 美國國防部 國土安全部和國務院等機構 向美國通信委員會提出建議 吊銷並終止中國電信集團美國公司 在美國市場的營運許可 這些部門一致認為 中國電信在美國的運營 涉及重大的國家安全和執法風險 原因包括 中國電信集團很容易受 中國政府的利用 影響和控制 其次 中國電信在美國運營的性質 為中共提供了進行惡意網路活動的機會 令經濟間諜活動有機會在美國竊取經濟信息 干擾美國的通信 旅美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披露 很多在美國的中國高科技公司背後 都有中共的身影 都存在極大的安全風險 美國所有的部門 執法部門 情報部門 都在問的問題 你的數據去哪裡了 你怎麼保護客人的安全 所以美國是有法可依的 這些東西好像是看不見 摸不著 但是它對每一個人是非常重要 瞞得了一般的老百姓 但是瞞騙不了美國的政府機關 所以司法部這次這樣一個舉措 只是在對中國這些高科技的企業 在美國的打擊的環節之一 據公開信息顯示 中國電信集團的美國公司總部 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赫恩登 該公司網站稱 他們在芝加哥 達拉斯 洛杉磯 紐約等地都設有辦事處 並在全球110多個國家 提供綜合通信和信息技術服務 但去年9月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和共和黨參議員柯頓 曾要求聯邦通信委員會 搞慮禁止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 在美國運營的批准 理由是 中共可能會藉此 對美國政府進行間諜活動 全世界都在認識到中共的這種威脅 開始了自己的去中國化的這個過程 不想把自己的國家安全 經濟安全綁定在中共的身上 前大陸公民記者 網路工程師周曙光表示 現在國際社會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到 被中共綁架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許多國家都在擺脫和抵制中共 另外 除了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之外 另一家中共電信企業 中國移動從2011年開始就申請進入美國市場 試圖擴展網路服務 不過在去年5月 美國通信委員會已投票5比0的結果 一致反對並否決了中國移動的申請 這些企業好像似乎都沒有各種各樣的關聯 但是它在美國運營了之後 也在美國形成了一個中國內部的一個企業網 那這個網路在美國一旦搭建成功以後 它在美國獲得的資訊 就是幾何級別的一個增長 這是美國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同樣也是美國人民每一天都在擔心的 張健表示 她相信在未來 還會有更多中共企業對美國政府抵制 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就是 中國的很多高科技產業鏈會斷送在美國 大陸民眾表示 中共帶給自己和親人的苦難歷歷在目 退出中共才對得起天地良心 來看他們的退黨聲明 柳柏宇說 我決定退團 替先生退黨 替孩子退團 我這半生過來 從童年時代開始 邪共帶給我的親人以及同胞的深寵苦難 都立地在目 天府所限無法蓋樹 今天的邪共這個怪胎 已經膨脹到能染指世界每一片文明的土地 這場蔓延全球的中共病毒 就是邪共綁架了世界的證明 我願盡我微薄之力直到邪共消失 官姓焦李花明說 退出這個邪惡的組織 才是對得起天地良心的舉動 才能真正的心安理得 好 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國禁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中國禁錄